2017年加速通过太阳系的物体,是我们在太阳系附近,第一次看到来自其他星系的访客,但它是什么呢?小行星?彗星?还是外星神器? 前段时间,哈佛大学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奥默默是精心打造的外星人光灾,他们的思路是基于对这个物体观察到的轻微的,意想不到的加速度。 该现象可能是由于奥默默要太阳,旋转时日光的压力造成的。 SETI搜寻第1名研究所的科学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使用艾伦浪远近阵列,楼体观测奥默默,当时奥默默距离地球约2.7亿公里,只是比地球轨道直径略小。 科学家这么做的目的是检测人工无线电传输,如果发现的话,这将是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该物体不是由于其母星系统中发生的简单随即引力活动影响,进而被弹入太空的一块岩石。 该研究将于2019年2月在宇航学报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格里哈佛表示,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信号,证明这个物体融合了某种技术,可以证明它是人造的。 尽管进行了高精度的敏感搜索,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此类排放特征。 虽然科学家的观察结果并未最终排除,傲默默的为自然起源,但他们们获得了奇特能构成的重要数据。 City搜寻地外文明研究所,并不是第一个对这块石头,是否是外星飞船进行调查的。 这块奇特的太空岩石,于2017年10月19日首次被观测到,距离太阳约3300万公里。 飞行轨迹和特征,似乎是某种耐心人的飞行器。 2018年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文学家安妮·利奥·恩里奎兹领导的一个团队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介绍了对该天体窄大无线电输出的搜索。 论文中解释说,行机探测器很可能装备了通信技术,有可能在无线电波等工作,或许如此。 但是实证明,奥默默并非如他们分析的那样。 这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之前在更近距离观察,时观察到的物体星质与这颗类小行星的成分一致。 在这次最新的研究中,哈佛和他的合作者,寻找一道是GHC之间的频率信号。 观测时间为2017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 他们使用了Otel的宽带相关系,频率在110GHC之间。 频率分辨率为100KHV在功率为30-300毫瓦的物体上。 没有发现任何由全向发射器产生的信号,由于人造的新邀测杆少,经常会在部分无线电频谱中,检测到高达10瓦的确值。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可以被检测到的功率范围,都是相当合适的。 与手机或公用频段无线电相当。 然而结果与伯克利分校米利奥文里奎兹的团队研究结果一致,他们没有找到人造发射器的证据。 然而这并不意味人一无所获。 ZT研究所在一份中表示,该研究可能有助于科学家缩小范围,了解未来探测到的任何星际体的性质。 甚至是我们太阳系中已知的小天体,用无线电观测是个富有想象力,绝非不可能的好主意。 星际探测器总要消耗能量发出信号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